世界棒球經典賽的資格賽15號將在台灣舉行 而今天下午由中華隊跟新龍牛進行第二場熱身賽 有不少死忠的牛隊球迷特地趕來為他們加油 他們非常希望明年的職棒球季 還可以看到自己喜愛的球員 比賽進行到下半場 雙方比數始終在2比2之間拉鋸 中華隊對新龍牛的這場熱身賽 吸引了不少新龍球迷到場加油 不過場內似乎失誤不少 不知是不是受到球隊即將解散的影響 或是保留實力 新龍牛的手臂似乎出現漏洞 不僅高飛球漏接讓中華隊順利上壘 也無法將打線延伸 好幾次在一壘前遭到刺殺 球迷越看越心疼 還是會有一些狀況 對啊 那有看到那個大雄被打到 希望說不會有太大的影響這樣 下午這場經典賽的資格賽 進行到第二場的熱身賽 場內來了不少資深青龍球迷 有人鑽成翹班來替新龍加油 因為這套綠油油的球衣 以後出現在棒球場的機會不多了 這是大顆的千名球 誰在這次希望來幫新龍加油 不是 剛上面買的 對 可是這圖案可能就看不到啦 然後就是多買一點啦 上個月22號 新龍牛的東家宣布 因為不堪虧損 將出售球隊尋找新東家 不僅會只剩下四個球隊的中華職棒 投下震撼彈 更讓球迷不捨 儘管現在新東家是誰還沒有明朗 不過還是暫時維持正常運作 接下來還有一場熱身賽 這套招牌的綠色球衣亮相 也進入最後倒數 儘管牛隊因為主將幾乎沒有上場 打得有點幫手綁腳 不過中場還是以五比三擊敗中華隊 球迷高興之餘 更希望新龍牛可以繼續打下去 藉由林健森捧換群 台中報導